联准会在周三7月31号宣布了利率决策会议 结果第八度的维持利率不变 也暗示九月份可能降息 联准会表示虽然通膨仍高于长期的目标 百分之二的水准 但正趋于缓解 加上非农的就业报告 显示美国民间的就业数据连续在四个月下滑 在劳动市场转趋疲弱 通膨又降温的状况之下 目前虽然利率维持不动 但是市场研判 九月份降息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此一发展也将牵动台湾的股市 你好 我是宋燕鸣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